她叫麻衣是标准的日系美女 男人都想娶她为妻 可她提出要接吻 男友太郎竟然说 被拒绝的麻衣愤然离去 一举一动都被偷窥者拍进了手机 伤心的麻衣向闺蜜哭诉分手的经历 闺蜜怀疑太郎很可能是同性恋 闲谈中女孩玩起了手机 看到免费WiFi就想贪个便宜 这种行为我们都干过 总觉得没什么关系 但这是偷窥者设下的圈套 麻衣输入的账号密码 瞬间复制进电脑里 相册 自拍照 还有个人信息 全都一览无语 麻衣完全没察觉自己被变态锁定 回家后照常洗漱更衣 可摄像头早已被侵入 把他整个人拍得无比清晰 就在麻衣被偷拍之际 东东村旁边的山林中 突然又多出了一具尸体 死人本没有什么稀奇 警方不久前抓获的杀人魔大根 曾把多名女性埋在此地 但大根只对黑色长发妹子下手 死者黄毛短发 不符合犯罪学心理 案件还没有头绪 又传来了死者男友的死讯 负责本案的警察碰巧就是太郎 他当年亲手逮捕大根 至今记忆犹新 太郎向老大申请去监狱 他想当面质问 这两起命案究竟和大根有没有关系 如同白发膜的大根 似乎料是如神 看到太郎露面 就说出了凶手的名字 东东哥 此人乃是大根的师父 也是日本顶级黑客 每天敲写几百条病毒代码侵入电脑 手机比少林一指禅还容易 难道偷窥麻衣的变态 就是这个东哥吗 美女麻衣是公司的总裁助理 老板没有良心看上了他 说要给他升职加薪 良心大大的坏了 正在撩骚 突然传来惊人的消息 有家公司一夜之间 被人盗走五百八十亿虚拟货币 万万没想到 有大神级黑客出手阻拦 把这些虚拟货币全部冻结 此人名为翠花 还是个女的 她做这些不是为了正义 而是为了出名 就在翠花收获无数点赞的时候 警方也注意到了这起事件 因为盗走巨额虚拟货币的人 落款就是东哥 如果翠花继续高调 宣传自己有多牛 那么势必会引来东哥的血腥报复 于是负责本案的太郎 和死刑犯大根达成了协议 太郎负责改善大根的伙食水平 大根则提供线索 抓住他的师傅东哥 可惜警方还是迟了一步 翠花这个女黑客电脑水平 自然高超 但还是被绑到车里 分分钟死于非命 连续三条人命 无能的警方遭到了舆论抨击 太郎也是压力山大 根本无暇顾及女友阿姨 为了表明合作诚意 大根供出了一个地址 林中小屋就是东哥的藏身之地 只不过等警方赶到 现场早已人去楼空 唯独冰箱里还塞着另一具尸体 与此同时 麻衣收到了一条只有三个字的短信 叫你的男友太郎别再插手案件 否则就杀了你 麻衣很惶恐 他早就忘了要和太郎分手的话 毕竟此时能救他的人 只有真正的爱他的男人了 警方将计就计 计划将麻衣作为诱饵 引出暗中潜伏的东哥 上级派出高大威猛的便衣 作为麻衣的贴身保镖 但这样真的能保住女人的性命吗 狱警看不惯大根 故意在饭菜里加料 甚至端来一碗更猛的汤 谁都没有想到 大根淡然地把汤喝下 甚至戳穿了狱警负债累累的真相 他可以随意篡改银行记录 帮狱警还清贷款 条件是暂时切断监控 太郎并不知道这些阴谋 为了尽快抓住跟踪女友的杀人魔 他赶紧让大根反追踪 查清此人的长相 大根一顿操作 真的就侵入了对方的系统 拍下了东哥的真面目 一个满脸疤痕的雄恶之人 眼看太郎中继 大根利用监控瘫痪的时机 推倒警方的防火墙 触罚消防警报 紧接着大根依靠神奇的舌尖 把糖果做成了飞雕 雕死了狱警 趁乱了大根 篡改了联网身份信息 成功地逃出了警局 此时的麻衣还蒙在鼓里 在男友太郎的注视下 被迷晕了过去 绑匪本应该听从东哥的安排 将女人送到街头地点 可看着又长又白的后视镜 绑匪忍不住了 危急时刻 太郎循着手机定位 找到了衣冠不整的麻衣 可是太郎只是个技术警察 开枪杀人实在不行 就在他绝望地放下手枪的时候 东哥出现了 原来太郎从头到尾都搞错了 东哥其实是警方的卧底 他暗中跟踪拍摄麻衣 只是为了调查太郎 原来几个月前 太郎为了调查父亲的死亡之谜 擅自侵入警方数据库 而真正的杀人魔就是大根 这位犯罪天才 从被捕之时就谋划着月语 把警方骗得团团转 不过这都不重要了 对于太郎而言 他现在只想好好珍惜 和女友在一起的日子 所以这部电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只有当你失去了 才会懂得珍惜 好了 电影就说到这里了